大家好 我是L2 International的Effy 倫敦固然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城市 但近這幾年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想了解一下 除了倫敦之外有甚麼城市是more affordable 亦都可以滿足到生活上的過重需求 今天我就帶大家了解一下這個連續五年 由2018年至今年2022年都被評為 the best place to live 最移居的城市Norwich 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好奇 想看看它究竟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第十二次到位國學院 我喜歡這位小學生 我也喜歡這位小學生 所以我喜歡這位由我始終 我喜歡這位小學生 我喜歡這位有很多郎人 我有個的動作 有一個 Grow Ptivity 人 那些人在这里是很高兴的 然后有很高兴的网站 然后感觉很舒服 对于能量的地方 我能说到人们的地方 然后看待商店 我能提供自己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不会在家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城市 人们不住在这里 这是一个转租的地方 对于 London Street 这是第一转租的地方 全世界的地方 謝謝您的時間 有美好的晚安 之前我都跟很多人一樣 都認為Nordwich這個城市 應該適合年紀大小小的退休人時生活 但是來到這裡好幾次之後 我就會發覺其實都幾多年輕人 據統計這裡的年輕人 由16至29歲 佔了總人口14萬人入面的26% 所以可想而知這個城市 絕對是一個創意和活力十足的城市 Nordwich位於英格蘭的最東部 屬於Nordford郡 而Nordford也是皇室的第二國家 每年女王都會過來她的行宮 Sandrium Estate住上幾個星期 Princess Diana在這裡出生 她的兒子William和Kate 一家人的Holiday Home也在這裡 距離旁邊的Cambridge 只是80分鐘的車程 而一個半小時我們就可以坐火車去到倫敦 駕駛30分鐘我們就可以去到最東邊的Nordford Coast 那邊有10個非常出名的沙灘 我身後的這個Nordwich Market 就是Nordwich市中心一個地標之一 它一格格的這些檔位感覺上很有特色 它也是英國最古老 而且是最大的露天市集 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個花圃 它在這裡已經是很多年了 這裡總共有189個攤位 你基本上可以找到你日常生活的任何東西 包括你的五金零件 小食 日式 中式 泰式 等等你的午餐晚餐 在這裡都可以解決到 所以生活上是非常便利的 另外我還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間Jarrod白貨公司 這間白貨公司是由1823年成立至今 它就好像John Lewis一樣 裡面什麼東西我們都可以買得到 這個Royal Arcade也是Nordwich的購物一條街 推經外形有少少像倫敦的Berlington Arcade 裡面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店 也是網紅的打卡勝敵 在Nordwich市中心有一間The Ivy 難怪我在這條街行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少少像倫敦的Cofengarden 在這間Ivy他們還有做個Lunch Set 這裡的Lunch Set價錢 Tree Corses是17磅95P Tree Corses是22磅95P 相對比倫敦的價錢來說是便宜的 看他們的價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Nordwich的生活成本 比倫敦低很多 Nordwich作為英國最幸福的城市 除了居住環境舒適之外 就業機會也很多 我們熟悉的價納牌子Colmans總部就是Nordwich 這裡還有200多間企業設立分公司 例如Virtual Money, Aviva Insurance, Barclays, BP, Shell等等 根據英國運工網站 Read10月3日的資料顯示 目前在Nordwich年薪由3萬至5萬英鎊的正職 總共有1386份 工作種類也很多 包括註冊護士、客戶服務經理、初級投資經理 Online Marketing Research、IT等等 比起鄰近的劍橋 有1300多份的工作招聘 其實兩個城市都不相伯仲 另外再加上物價比倫敦低 生活便利 娛樂豐富環境又優美 所以在去年2021年的時候 就有9000人搬到Nordwich這裡定居 其中有21% 大約是2000人左右來自倫敦 你們想不想知道Nordwich這個城市的樓價呢? 那就不要錯過我們Nordwich之旅的下集啦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